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人物展演》 今日继续和大家分享《童话宣教大使安徒生》的故事 第四集 刚才提到他一个童话宣教大使 但同样,他的作品有文化导向 安徒生的作品中,通常带有宗教色彩 因为他一生信仰基督教,早而融入骨和血的宗教思想 使他不能避免将基督教而带进自己所写的童话中 并随着童话的传播到全世界 童话中,对当时现实世界的批判 亦可作为后世学者,探查十九世纪社会经济状况的对照 说到这里,现在全世界发生了不同地方 发生了很特别的事情 可能陆续会有很多作家 都会出现作品 去反映过去这十多二十年 或者三十年 或者一个世纪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在他的童话,叫做红舞鞋 当中他戴着隆隆的基督教风格 那个女孩不听老太太的劝告 就穿着红鞋走进教堂 又为了一场舞会 扔下一个病重的老太太 跳舞的时候 他开始控制不到自己的双脚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跳到双脚 最后要被斩了 而最后他不断忏悔 而得到了神的宽说 整个故事带出了很浓厚的基督教 罪恶和救赎的思想 犯罪的就会受到惩罚 忏悔的就会得到宽容 而安徒生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先驱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 对儿童文学的重视 而其他国家的作家 也开始仿效他的创作童话 以浅显易懂的文字 勾勒出一个个对儿童 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因此安徒生童话 在文学上 是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存在 而随着安徒生童话的传播和发展 安徒生成为了备受尊崇的作家 而后世人们为了纪念安徒生先生 在他的家乡丹麦奥登赛这个地区 就兴建了安徒生博物馆 就展出了他生前使用过的物品 以及本人留下的一些手稿 颜色很鲜艳 看上去也挺有童话色彩 而2021年的夏天 位于丹麦欧登赛的全身安徒生故居即将开业 这个设计是对丹麦童话家 即安徒生的生活和工作的思议 进行一种种歌 而这个设计是否像哪个国家的设计 原来这个设计是来自日本建筑师 Kengo Kuma 和他的团队为新博物馆设计了 一个优雅的木材 和玻璃结构 和屈屈冲冲的绿色花园 一种无缝融合 而建筑景观和展览设计的独特组合 亦意味着博物馆为博物馆参观者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体业 2010年 设立安徒生文学奖 就被那些获奖者 披美安徒生的伟大作家之余 作为安徒生文学奖的第一个获奖人 J.K. 罗林 就是一位经典的文学唱肖作家 他所作的知不知道是什么故事 就是哈利波特七部曲 原来第一个获得安徒生文学奖的人 就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哈利波特也翻译了多种语言 甚至被翻拍成为电影 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 可想而知 其实文学真的重要 不单是反映现实 当代社会 或者作家的创作 思想 联想 亦影响很多后起身受 亦有好心的意义 而哈利波特小说中 哈利波特的人物 就是受到安徒生所影响 他充满了勇气 在自信中 带着一丝的自卑感 相同的性格特质 亦可以在安徒生本身身上找到 好 接着我们看一看 安徒生的作品 除了文化的影响外 是如何影响一代人的心理 或者多代人的心理 安徒生对于儿童文学的贡献 其实非常重要 他所创作的作品 虽然是隐含着对社会丑陋的批判 但更多的是对珍善美的赞扬和向往 而安徒生童话 就很巧妙地结合浪漫和现实 是一本寄居教育意义 而且老少嫌疑的文学作品 所以如果你还没看过安徒生的作品 我希望你也去图书馆 去书室那里揭揭 因为很简单 但也是很值得 细味的文学作品 安徒生是透过文学的力量 去教那些小孩 什么是美和丑 善与恶 真与毅 帮助那些小孩 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尤其是那些贫穷的 和安徒生一样 拥有悲惨童年的小孩 他们更多能从故事里 读到浪漫和温暖 或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困难 永远不会放弃这种信念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些穷困的孩子 或者低下层的孩子 不妨你也去借或者买一些书送给他们 鼓励他们的生命 在他们现在贫近的年纪里 不要紧的 每个人经过一些锻炼下 将他们都会成为一些有用的孩子 而安徒生将悲剧性的故事会引入其中 亦生动去捕捉到故事里的小人物 为了抵抗现实生活的重压 而流露出的爱和温暖 同时也会带着一丝对现实的无力感 借以去呈现当时多数人民 对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无奈和无助 说到这里 也提醒大家 虽然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不容易的世界 但我们也可以同样有一个积极 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继续做 可能去到不知若干年之后 都可以造就到另一个时代都不顶 所以也请大家不要放弃 例如在卖火柴的小女孩当中 女孩的最终结局 本来应该是凄凉和孤独的 但因为她倒地的时候 嘴角还是含着一抹笑容离世 那和画开火柴的时候 瞬间即逝的画面 那个深刻画面 造成一种虽然悲惨 但仍然有温暖动人的一面 安涛生的创作 更加给了所有善良 但不幸的孩子的一度光亮或亮光 一度不论虽然有多深的黑暗中 始终是不会消逝的希望 这样对这些人来说 无疑是相当鼓舞人心的 而成年人也能从她的书中 读到浪漫主义背后 对现实世界的批判 从而引发心思和自我反省 藉此由安涛生的童话 同时换成成人善良的本心 从而可以跳脱自己的自私冷酷 找回自己最初最单纯的自己 难怪她的作品是老少嫌疑 同一本的童话 同一个故事 对不同年纪的人 从这些童话集中 得到的领悟都可以不同 这个就是安涛生童话 被受众多学者推荐 而成为很多年来 经典童话的原因之一 值得再提的是 黎曼在文字中的忧伤 实际上也和安涛生的童年有密切关系 正是因为她童年的时期 有一种贫困生活 她深深地知道那些悲惨和苦痛 所以她一方面 極力去描写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苦悲惨生活 并且赞美她们的善良和信真 而另一方面 也揭发社会的黑暗和不公 露斥那些残暴贪婪 虚弱愚蠢的统治者 是不是很大快人心 是不是我们需要给全世界残暴的 或者独犬者 去看看安涛生的童话呢 但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性 并没有打倒安涛生 她面对这些社会的弊象 她没有选择消责暴力 而是通过文学的形式 传达出爱和盼望 她的童话里面 儘管是有感想 但是始终充满希望 她希望社会能够走向美好 希望人的人心能够重回善良 希望每一个看到这个故事的人 会自省 我希望大家再看她的故事的时候 传着这些理解 再看的时候 我相信你对她的故事的欣赏和角度 会有很不同 所以经历了磨难 永不放弃的丑小鸭 最后变成美丽的白天鹅 而善良勇敢的小美人鱼 亦都虽然化为泡沫 但是仍然有机会得到永恆的灵魂 而坚忍执着的 艾丽莎公主 为了解救哥哥 而承受肉体和心灵上巨大的痛苦 但最终 都能够澄清误会 获得了百姓的爱大 所以去到很多故事 都是既悲惨 但亦有光明盼望 这些令人读到忍不住落泪的故事 总是在看似悲伤到极的时刻 有一末的光亮 这就是安徒生 童话中的那股温暖畏寂 苦慰人心的力量 好 经过四集介绍安徒生 希望你重新再看 或者买来送给小朋友 或者大人的时候 希望你有花多点心思 也可以按照以上四集 曾经推介过的小故事 去推介给别人 甚至买一套安徒生童话集 其实都相当有意义的 好